Hello,大家好,我是子梦千询,今天来讲一下怎么装Metalab的这个C编译器 你可以看到呢,我从这期开始这个视频呢,是用这个SFunction写的 在这个里面呢,我讲了一种通用的MetalabC编译器的安装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呢,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网络原因,经常会使用不了 那这一次呢,就教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方法 那今天的这个主角呢,就是这个,这个,就是GCC这个编译器的这个Windows版本 这个呢,就是他们的官网,我们进去以后呢,点这个Downloads 然后呢,点到这个SourceForge里面 点进去以后呢,就可以下载了,可以看到这个版本非常多 这个时候呢,我们下载的,我们下载它的这个,Online Installer 就是在线安装工具 这个呢,会有一个图形界面,然后呢,就比较傻瓜话一点 这个,然后呢,就是安装了,安装的话就是,首先是要选择一个版本 选择版本的话,Metalab办方呢,是有一个这个版本建议的 那我这个呢,是以9B的版本,所以呢,就装这个6.3就可以了 这个Version这个地方,我们就选6.3 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是32位系统,就选i686 那64位系统,就选x86,64 这个地方呢,你这个Windows电脑,选Win32 这两个呢,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反正不用改 然后这个地方,这个,目标文件夹的这个地方 Metalab要求安装目录里面不能有空格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给它装到这个里面 然后这个Metalab自己这个文件夹里 那你也可以安装到别的文件夹 然后呢,它就要下载 这个下载呢,根据大家的网络环境不同 肯定速度也前差万别 好,现在安装好了 那安装好以后呢,还需要配置一下环境变量 你打开这个死电脑,然后留点点属性 属性里面呢,有一个高级系统设置 然后这边有一个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呢,主要是配置这个路径 你给它编辑 编辑呢,然后 把你这种文件夹去给它找到 这边呢,是Metalab19b 然后是 就是在你刚刚自己设置的安装目录里面 找到这个bin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以后呢,你就填到这个 环境变量的位置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打CMD 会出现这个命令提示符 我们用这个办法呢,来检查它有没有装好 这个时候呢,用键盘输入 GCC控格-V 你可以看到是6.3版本 然后X8664,Win3,RSEH 这个就说明呢,这个已经安装上了 安装上以后呢,我们这个Metalab就可以 用来编这个C代码的程序了 我们这边呢,来跑一下试一试 然后这边这个呢,我之前是安装过的 然后为它卸载的,然后又重新安装了 目的就是为了录这个视频 除了也经常有小伙伴这个东西编译不了 然后安装不上 打开仿真文件以后呢,我们来点一下运行 我们主要就看这个仿真能不能正常运行 因为我这个控制代码是用CE代码写的 首先呢,它没有报错 如果你这个安装没安装好呢,它是会报错的 但是呢,它会说我用的是不受支持的版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已经按照它的要求装了 所以看到呢,现在已经跑出了漂亮的三项电流 那这个时候呢,说明这个网站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这边的控制呢,是用这个S function写的 所以呢,因为这个控制算法比较头疼 所以呢,用这个S function来写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啊,还要谢谢两位博主 一个呢,是简书上的这位博主 他的这个,基本上就是看他的做的 叫引键鬼调 那这个呢,还有一个就是知乎上的博主 啊,叫闷闷元 谢谢这两位博主 也谢谢大家的观看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拜拜